封面来袭 大雨狂炸 台东蓝雨 食欲辆来到了108毫米 严幽村上演了惊险一幕 环岛公路旁的野稀暴涨 还溢到了路面上 加上风雨交加 游客是寸步难行 还有机车原本想要冒险通过 不过水流湍急 马上被当地人却阻 看到眼前这景象众人傻了 环岛公路突然有暴涨野稀 风水灌入 这里有水管啊 导游冒雨下车使尽全力 双手用力扛起水管 往旁边奋力一丢路通了 暴雨来袭却把环岛公路一分为二 救援行动就此展开 居民拉大嗓门就盼众人安全通过 摩托车顾不得水不但湍急 至少烟痘脚踝 而且一旁水管也被冲刷脱落 喷出高高的水柱 人人胆战心惊 游客手牵着手小心通过 安全帽雨衣挡不住暴雨凌晨落趟机 延游村的环岛公路被暴雨淹成这样 使雨量来到108毫米 还好最后众人都平安通过 雷射红隆隆同样在延游村 也有民众家门前的积水变成小溪流 拍影片记录 蓝雨香公所还成立应变中心 就怕暴涨野稀冲刷土石 酿出灾情 这个刘理想台诺报道